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有几次小感冒 没患过大病 据老人的二儿子说 老人最爱吃苹果 现在牙咬不动了 就煮着吃 苹果应该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为常见的一种水果了 无论哪个季节都能够吃到 苹果中所含有的成分对人体有着极大的好处 此果富含大量的营养 吃起来爽脆可口 是四季最为常见的水果 有着是智慧果的美誉 能够提高记忆力 降低胆固醇 防止色素的堆积 补脑胺神 降低血压 补充营养 许多人都爱吃 苹果是我们最容易得到的水果 此水果本身就富含丰富的水分和矿物质 煮着吃 营养翻倍 煮粥喝 也是不错的食料方 能够起到暖胃 开胃 健脾胃 醋消化 而且此果的水分很多 我们尝试此果 起到生经解渴 补充水分 提高我们的各项机能 其次 苹果有着补脑果的美誉 此果中富含大量的氨基酸 能够作用于人体大脑 促进脑神经 提高我们的记忆力 防止疲惫 让你的脑瓜更加聪明 每天一个苹果促进排便 经常吃苹果 可以促进肠道蠕动 有助于消化 而且苹果富含膳食纤维 因此每天坚持吃一个苹果 不仅可以缓解便秘 助轻松排便 还能够调节肠道的军群 从而帮助我们保护我们的肠胃 每天一个苹果 帮助减肥 如果平时喜欢吃苹果的人 就会有这样的感觉 吃完苹果后 会让你产生饱腹感 这主要是因为 苹果中含有大量的果胶 苹果虽然糖分比较高 但热量非常低 100克苹果里面 只有60千卡的热量 因此 对于想减肥的人来说 每天吃一个苹果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每天一个苹果 缓解压力 有些人爱吃苹果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苹果有一股特有的香味 而这种香味 不仅有提神的作用 还可以帮你缓解压力 传统医学认为 经常吃苹果 有助消除烦恼 而且有研究表明 苹果的香气 还能让精神抑郁的患者 心情好转 每天一个苹果 防治高血压 说苹果有防治高血压的作用 主要是因为 身体出现高血压的原因是 体内钠元素过多 而苹果中含有比较多的甲元素 钠元素的含量比较少 苹果吃进身体后 甲元素能够和体内 多余的钠元素相结合 然后顺利地排出体外 从而起到防治高血压的作用 也不用担心吃盐过多 出现问题 另外 除了上述的功效之外 常识苹果还能够防止我们皮肤粗糙 改善气色 淡化脸部的色斑 让你的肌肤也细腻了 而且还能够降低打固醇 降血压 无论年龄 都不容错过此果 但苹果也有一些禁忌 你知道吗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有的家庭可能会把水果的时间 放在晚饭过后进行 但其实这个做法是错误的 应该在晚饭过后 一个小时后再吃苹果 这样流出来的一小时 以便于自己消化食物 而如果刚吃完晚饭就吃苹果 容易影响自己的消化 导致消化不良 二 不能和海产品一起吃 苹果如果和海鲜类的食物一起吃 容易降低海鲜的蛋白质营养价值 同时还有可能导致不良现象出现 因为苹果里面含有一种叫做柔酸的物质 如果同时吃海鲜和苹果 容易导致出现恶心 呕吐和腹泻等状况 所以要尽量避免苹果和海产品一起入食 三 不吃腐烂的苹果 有些老人非常节约 子女买回家的东西喜欢收着 等有客人或者家里有喜事的时候 才拿出来一起分享 但其实 有些东西不适合长时间收着 比如苹果 苹果放几天可能就有腐烂的现象 这个时候 您可别以为把腐烂的部分消掉就可以了 苹果出现腐烂是因为青梅毒素 导致果肉组织坏死而引起的 这些毒素 这些毒素能够通过腐烂的组织向其他部位扩散 换句话说 就是除了烂的那一点有毒素外 其他看不见腐烂的地方 同样也可能含有毒素 因此 请记住苹果出现腐烂了 就不要再吃 为了身体健康 请别舍不得扔 四 苹果与胡萝卜不宜同时 胡萝卜含有一种叫维生素C 叫醇的物质 这种物质可以破坏苹果中所含的维生素C 会大大降低苹果原有的营养价值 五 苹果与萝卜相克 苹果含有丰富的植物色素 若与萝卜一起食用 经味肠道的分解 可产生抑制甲状腺功能的物质 诱发甲状腺种 随着人们卫生意识的加强 很多人吃苹果都开始削皮了 但是也有些人坚决认为不削皮的好 那么吃苹果削皮好 还是不削好呢 苹果的营养价值都在皮里 正如不同的食物中会有不同的营养价值 同一食物的不同部分 也有不同的营养成分分布 苹果皮与苹果肉的营养成分有明显不同 前者有较多的水不容性膳食纤维 维生素以及矿物质 但膳食纤维的摄入并非越多越好 它会带来未成道的不适感 也会减少矿物质等营养物质的吸收 而从消化吸收率考虑 果皮中的维生素与矿物质的整体质量 并不是太高 吃苹果要削皮吗 这一直是一个有分歧的问题 近几十年来 食品生产中的化学剂 跟杀虫剂的使用量在不断增加 有些证据证明 某些使用量跟适用量远远超出了推荐量 从而大大增加了水果跟蔬菜表面的农药残留 这些残留在表面上的农药 对人体健康造成了很大程度的影响 苹果皮里的营养成分非常丰富 但人们又担心会有农药残留 在流动摊贩那里购买的廉价苹果 或是残刺苹果产品中 夹杂的落地果 受农药污染的几率较高 削皮后再食用更安全 苹果连皮一起吃的风险 成熟的苹果从果园输出 经过长途跋涉 到农贸市场或超市中分发销售 再到消费者手中 往往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在这期间 苹果皮也许会沾染许多肉眼 看不见的致病菌 包括大肠肝菌 沙门氏菌 里斯特菌和诺瓦克病毒 如果苹果洗不干净 再连皮一起吃就可能会生病 2.农药残留 给农作物喷洒药物的作用在于 预防和消灭阻碍其生长的有害物质 保证并促进植物和农作物的健康成长 但是农药使用后没有及时分解 而是残留在农作物上 人吃了以后可能会出现慢性中毒 诱发基因突变 癌症或下一代畸形 苹果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常吃苹果能够补充人体所缺少的物质 同时苹果中的营养很容易被消化 所以无论是幼儿还是上了年纪的老人 都可以进食 而不用担心消化不良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建议大家 一定要发给身边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看看 也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和志恒相约 每天不见不散 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